你好 大人高兴每次半年都会有正好的机会 可以介绍很多有关于医学方面的讯息 那我的朋友 他因为有严重的阿斯海默症 大家也知道美国雷登总统 他因为患了艾森 海默症过世 那中医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阿斯海默症造成 是因为他的脑部细胞 快速劳化所造成的结果 退化病变所造成的结果 但很多阿斯海默症的患者 也在寻求很多治疗的解决方式 但是效果都可能不神 那我不晓得深境自我留意 这个地方对这样的患者 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多死路血 想请教一个 谢谢 杨浩老师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音乐治疗当然是有方法 但是还有这个跟DNA这些都是有关的 我想请杨老师讲更好 谢谢 我先插的话 我下午会提到 胺基酸 胺基酸对于很多疾病都有帮助的 但是西医并没有研究胺基酸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很多病都治不好 这个问题 我们用以前的话来讲 人生七十古来西 代表过去我们的记忆体里面 要活过七十岁的人不多 那这样子的话 现在活过七十岁的人很多 变成了那种记忆体里面的空档 没有那种记忆 所以我下午会讲到意识人舞台 意识舞台就是我们人生的 最重要的一种活动的力量的来源 所以一直讲对未来的想象 是不是对过去的记忆 形成了现在这个舞台 那你想说一个脑袋退化的人 就是这个舞台 已经在过去里面找不到档案 在未来他也没有想象力 自然而然就退掉了 简单讲大概是这样 那下午我会讲得比较详细 OK 不好意思 我想讲一下 我们都知道 人呢 动物植物 少不了阳光 空气 水 都在我们身边 但是呢 我们不晓得去利用它 大家把它当成 不重要 事实上 我们中国人的中医 五行 金木水果图 已经把我们的五脏六幅 全部归类 全部归类 刚刚讲大脑退化 刚刚演到这个歌曲动作 事实上就没有堵塞 假设没有堵塞 它是不是会新陈带性 所以 我们讲阳光 空气水 还有一个字 把阳光 那个字的阳呢 用成氧气的氧 氧光水 假设你有氧 能够吸到你的 鼻子进去 鼻子呢 不是进去出来 跑步跑得很快 那是浅 呼吸 非常浅 下来就喘 得不得了 刚刚那位八十五岁 他讲三十五岁 要这样子运动 大家晓得 用脚去走 力距力壁 我们走路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呢 它传到大脑 是不是距离最远 力壁最远 是不是什么 很简单的一点力量 就得到很大的效果 就像那个蹭一样 这边十公斤 这里个小蹭头 就把它控制住了 对吗 所以任何东西 都要活用 第二件事情 就是 鱼池的水 是不是很久都不坏 然后一直在打空气 水呢 是混合不化合 假设你把每一个家庭里面 厨房里面 装了一个东西 这个大家很多大家都看过 只要把它开开来 是不是像我们洗澡一样 一个消耳一样 你把那个玻璃水 玻璃杯 排充下来 马上你用手盖上 你去看看 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小颗粒 我们的空气当中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单位 都有20.4%的养存氧 其他的都是别的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那是不是就经过你的身体 会再运动 那你的胃吸收 细胞吸收 然后呢 再用你的鼻子去吸收 那你的水是不是有了 那你的鼻子的氧 是不是有了 然后再这样子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们这里可以当单行到 只进不出 从这边拿 从这边出去 皮肤皮肤 请问这边在座的医学家 或者是外科 皮肤只要烧上三分之一 不管任何一块地方 这个人怎么救 救不过 因为毒死 出口毒死 所以当过兵的都知道 第一件事情 属于挖厕所 没有厕所的话 这个怎么办 大家都不会待到这里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有进有出 人生本来是很简单 不是很难 李登辉的九个支架 我可以用二十分钟 让他马上陪 陪着大家爬山 干什么都可以 很多事情 中国有句话 四两拨千斤 只是有没有找到 那个key point 重点在这里 这里大家都是在投注心力 希望中国人更好 刚刚讲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就因为我们的外蒙古 画出去以后 请问我们以前是不是一个商业 那就受日本人的欺负 但是画出去以后 有台湾有海南岛 那变成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攻击 攻击的时候 一个脚是在底下 那斗鸡的话 另外一个脚是不是就 站起来 那个就是真正要斗 真正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最重要的是在台湾 所以你看从很多年开始 出去的通通都是拿冠军回来 好 谢谢各位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报吧 你们要给吃饭 欢迎 谢谢大家